好的 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正式开始 各位观众网上好 我是红科智能自动化事业部的许卫斌 欢迎大家来到红科云课堂的现场 本次直播周我们将从10月24号开始 也就是今天 一直持续到本周五 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会为大家播出相关课程 本期云课堂的主题是 红科能源管理与楼宇自动化直播周 全程共五节课程 讨论区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课程服务号 这样下次开课之前我们也会给您提醒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与PRC控制不同的机电器控制与应用 本节课程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一个介绍 首先的话我们是基于会对机电器的原理 机电器分类和机电器控制 来带大家简单认识一下机电器控制技术 然后我们会简单讨论机电器控制与PRC控制的不同 在第三节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红科 Telly系列机电器的一个产品 会从几大产品系列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包括对应的机电器功能 以及它的一个详细功能实现等等的内容 第四节的话我们会结合我们的案例应用 给大家介绍一些典型的案例 这些案例会包括应用场景 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及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 那么首先我们进入第一节 认识机电器控制技术 机电器它是一种电控元件 本质上来说的话它就是使用输入量 它的变化来控制输出电路等的被控量 发生一个预定的变化 比如一个开关的通断和关闭等等的一个功能 最常见的一个应用的话 也是我们比较就是经常见到的话 它的作用就是用一个小电流 去控制大电流运作的一种自动开关 比如说工产的一些机械一些设备 它的工作电流通常会非常大 如果直接把开关连接到这些大电流的电路上的话 会对操作人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电磁继电器 这种产品 通过电磁驱动 用一个微小的电流 就能够启动 对应这些大电流的机械 来起到一个自动调节 以及安全保护的作用 刚才我们提到的电磁继电器 它也是我们最常见的继电器类型 可以看我们这边这两个图 它一般是由铁芯 线圈 咸铁 以及触点黄片来组成的 可以看这边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触点 触点的话它通常分为两个一类是动触点 动触点的话就是在施加电源的时候可以进行跳转的触点 然后进触点的话就是 动触点最终会连接到的地方 它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长开触点 一种是长臂触点 长开触点的话就是在我们电磁线圈未通电的时候 它的触点状态是断开的那种进触点 长臂触点的话就是当我们线圈未通电的时候 它的这个触点是出于闭合状态的 就是常见的两种 常见的一些技术规格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案例来讲解一下 继电器工作的原理 以右边下图这个为例 下面这个SE开关所在的这个电路的话组成了一个电磁线圈的一个电路 上面的话一个负载电源加上一个指示灯 组成了一个负载电路或者说输出电路 被困对象 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首先我们按下SE电流I会进入一个线圈 对线圈进行一个磁化 然后产生电磁力 电磁力的话会吸取这个铁片 将它向下吸引 使它达到这个固定触点这个位置 来使被控电路接通 这样的话我们那个指示灯就被点亮了 相当于我们实现用SE这个开关 通过一个电磁电磁继电器 来实现对指示灯的一个控制 当我们同时把SE断开之后 电磁线圈的磁力消失 铁片就会在复位弹环的作用下 复位到断开状态 这样的话我们的指示灯相应的就会被熄灭 这就是一个一般计电器的一个基础的工作原理 它也可以总结为上述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逻辑流程 输入信号通过电磁线圈来产生吸引力 使铁片发生动作 然后这个动作会被传递给 触点 对应的触点 触点的话再产生一个开关闭合的动作 来控制对应的开关闭 来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闭合 或者说开启的一个操作 这就是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工作原理 然后寄电器的话它会有不同的分类 会有不同的分类规则 会产生不同的分类的名称 比如说这里我们简单列了一些大致的分类方式 比如有无接点 有无物理的接点 然后或者说根据它的构造 或者说根据它的功能 有无接点的话 可以大致区分为有节点接电器 像我们刚才讲到的电磁接电器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有节点的接电器 会有一个物理接点 那就保持一个电路的通断状况 无处电接电器的话 一般会使用一个电阻器 或者说使用一些半导体的器件 进行一个信号的通断 而不是在使用一个物理的接点 当然对应的我们也会有混合类型的 就是既有电磁部件 又有关电部件来实现一个操控 根据构造 就是根据电磁部的一个构造 我们也有分为脚链式接电器 像刚才提到的 像刚才提到的那个电磁接电器 就是一个典型的脚链式接电器 然后还有插板式接电器 它把电磁部转化为一根插板的上下运动 来实现一个控制电路的通断 而不再是像刚才一样 用弹簧片加脚链的这种形式来操作 对我们也有舌环继电器 舌环继电器的话 就是把一对磁性舌环片 密封到一个玻璃管当中 然后再在玻璃管周围缠绕上线圈 来用磁数驱动舌环片进行一个开关动作 按照功能周围 这是我们目前接触比较多 也是我们这一节课要讲到的一个主要分类 就是根据它的不同功能来实现 来对它进行一个不同的划分 比如这里有提到一些单纹的接电器 即通过单个的电线圈来控制一个on或者off的状态 双稳继电器的话就是同时通过两个线圈 一个线圈用来设置 一个线圈用来复位 相当于需要两个线圈来进行一个操作 成为双稳继电器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也会有一些其他功能的 比如温度继电器 实际间继电器 即性继电器等等 这部分呢 因为我们在接下来第三节 介绍鸿科胎理器的继电器的时候会有设计 所以说这里我们就不做过多展开 待会有提到的话再给大家讲解 那么通过刚才对于继电器的介绍 那么什么是继电器控制系统呢 其实刚才我们拿来给继电器做演示的 那个最简单的一个样例 就可以被称之为继电器控制系统 它最基础的模型就是类似于 右边这个动图所显示的那样 用一个铁芯线圈来控制一个开关的通断 进而对指示灯做一个亮灭的一个操作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继电器控制系统 继电器控制系统一般来说到 它会有主令电器接触器 继电器啊导线啊这部分走成 它的逻辑功能主要就是 大家也可以从之前的样例中可以看到 它是通过继电器来实现的 一般来说的话导线会把各种输入设备 比如按钮开关啊纤维器啊传感器啊这些 接入到继电器当中 然后继电器的话会有很多不同的分类 它并不是说一定会说一个继电器或者说两个 它会有若干的继电器组成 而且继电器的类型也很也很复杂 根据应用比如你可能会用到时间继电器 可能会用到技术继电器等等 这些继电器在一起的话会组合成一个逻辑控制电路 输入电量输入变量 然后接入到这个逻辑控制电路 然后通过输出设备去做一个被控对象的一个动作 这就是一个传统的继电器控制系统的一个模型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第二章节的一个内容 第二章节的话主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机电器控制和PLC控制的一个不同 或者说他们的一个比较 机电器控制刚才已经介绍了 就是我们使用机电器它的不同逻辑组合 来实现一个简单控制系统 PLC控制的话大家应该也接触过 就是使用我们的可编程逻辑器件 通过机信图以及其他的PLC语言做编程 来实现的一个控制系统 那么这二者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 或者说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对比呢 主要分为以下四点 首先是使用的延期键不同 机电器控制的话 它是使用各种线线程硬件的一个低压电器组成的 就是无论你是使用时间机电器也好 使用各种传感器开关也好 它都是有一个实际的物理设备在这的 而PLCT音读呢 我们在做PT音读编程的时候呢 虽然也会用到一些 比如机电器 比如计时器 技术器 这些的模块 但是它本质上是由软件来实现的 并不是说真正的硬件的一个模块 或者说硬件的机电器 第二点的话 就是它的工作方式会有不同 机电器呢 它控制电路在工作的时候 整个电路当中 所有的硬件机电器 都是属于收空状态的 比如说你在当前状态下 这个机电器是属于闭合状态的 那它肯定就是闭合的 如果它是断开的 那它就是断开的状态 而PLCT型图呢 它是通过周期性的扫描 循环扫描 来实现一个工作状态的 也就是说 在同一套系统当中 机电器的动作顺序 是约于程序的扫描顺序的 扫描 排在前面的机电器 它会先动作 排在后面的机电器 它扫描之后 它会后动作 会有一个这样的先后顺序的区别 第三点的话 就是元件出点数量的不同 硬件机电器 收入限于是有具体硬件 所以说它的机电器数量一般是有限的 常见的可能是在4到8的左右 不同的运用会有不同 PLCT型度当中的机电器的话 它的出点数量的话 就是可以无限使用的 因为它都是软件的 可以无限添加 而且你可以同时设置敞开 或者说设置成立都可以 第四点的话 就是控制电路的实施方式不同 刚才也提到 我们机电器的控制系统的话 它的控制逻辑是通过不同 机电器之间的连线 以及它的物理布局来实现的 相当于是通过各种机电器的连接 来实现它的控制逻辑 而PLC控制的话 它是由软件来实施的 这就导致它的编程当中是可以修改的 而且可以很明晃的修改 而机电器控制的话 它的控制功能会相对固定 一般设计好之后就很少修改了 讲了这么多的话 其实也不是说让大家 机电器控制也好 PLC控制也好 一定要比一个优劣 他们二者更 他们二者的话 相对来说 应该说是在各自的领域 都有各自的应用 并不是说机电器控制 就一定比PLC控制好 也不是说PLC控制一定就比机电器控制好 比如说机电器的成本相对会比较低 而PLC一般它的成本会比较高 而且PLC的变成语言 虽然说T星图这种图形化语言 对于工程师来说可能会相对容易一点 但是对于大部分操作员来说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而机电器的话 它只需要一些电控基础的话 就可以给你上手操作了 所以说对于一些简单的控制 比如说你简单的控制一些水吧的通断 一些设备的开关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会使用机电器控制 会更有效一点 而PLC的话 就可能使用一些复杂的逻辑吧 或者说一些更庞大的一些系统 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机电器控制 以及PLC控制的一个简单对比 那么第三节 我们会介绍我们宏科Telly系列的 Telly系列的机电器产品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右边这张图 说我们常见的一些机电器产品 可以看到我们的种类还是比较丰富的 今天的话 我们会主要介绍两大类 一个是时间机电器 一个是监控机电器 这两个的话 也是我们平时应用当中使用到最多的 也是最常见类型的机电器 我们会给他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类机电器的功能 以及它的一些细分的一些控制逻辑 以及它的 以及后面第四节 我们会讲到对应的一些应用案例 首先 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Telly这家公司 Telly的话 是一家总部位于奥迪利尤比也纳的一家公司 他们成立于1963年 是比较早的一家公司 有差不多60年的一个指导经验 所以说他们在机电器这一块 也是 比较经验丰富的一个公司了 他们的产品 目前在全球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 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基本上包含了绝大部分就是国家和地区 包括欧洲 包括亚洲 美洲等等的 然后 他们的产品主要是运用于电流 电压 温度 以及功率等等的一些物理量的一个精确测量 分析以及监控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机电器 以及对应的一些传感器模块 并且Telly是Ardeny目前最大的一个时间和监控机电器的生产制造商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两大类时间和监控机电器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两类机电器 首先是时间机电器 时间机电器的话可以理解为就是在控制过程中 我们需要去控制某一部分 何时进行一个关闭或者打开 相当于对这些模块做一个持续的控制 比如说 最常见的应用 比如说 我们共产中可能会有一些照明 压缩机 甚至电机一类的设备 这类设备可能在启动的时候 会有一个电流的一个激增 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中电流的激增 然后对设备造成损坏 所以说我们可能会想 有一定的延迟启动 来避免这个激增的出现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用到时间机电器 当然这是最简单的应用 根据不同的条件或者说参数 它会有一些更复杂的功能 像我们红柯的拆离系的机电器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张表 它有多达28种不同的功能 并且基于时序的控制的话 它有多种时间范围 有比较丰富的一个控制逻辑 然后我们的模块的话 也是区分单功能和多功能的 单功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只有一种的 比如说这里提到的通电延迟 断电延迟 这就是自己基础的单功能模块 多功能模块的话 就可能在这个通电延迟 以及断电延迟上 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控制逻辑 比如说用单独的控制出点 进行控制 或者说就是用一些 用一些上升延安下加延安 这种逻辑进行控制 这个大家待会都会讲到 然后我们的激电器也分为 常开出点和常臂出点的类型 然后个别型号的话还支持金甲管的类型 接下来我就会分几个小类 给大家介绍一下时间纪念器的一些 常见控制功能 比如说最常见的on off的延迟 on off延迟也就是通电和断电的延迟 比如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张图 一个是E通电延迟 一个是R断电延迟 这里面几个参数可以简单理解 U就是我们的供电电压或者说电源 LED的话可以理解为是LED灯的一个指示 基于持续的一个变化过程 然后R的话可以理解为是我们的输出积电器 也就是我们被控端的一个开还是B 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常见的通电和断电延时的话 可以理解为当我们电压持续输入的时候 比如这里面我们电压我们的输入电压打开 我们的控制我们的那个 基电器输出并不会马上跟随打开 跟随那个闭合 而是会经过一个设定的T时间段的延迟 它才会闭合 相当于从我们按下开关或者说接通电源 到啊 基电器实际输出之间会有一个T时间的延迟 大家对应的会有大家会有一种情况出现 就是我电压那个开关按下 或者说是电源接送的时间是小于T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我们的那个 基电器输出就不会被使呢 就不会闭合 相当于避免一些误触的情况出现 断电延时是有类似的啦 不过这个断电延时里面 我们是加了一个控制触点 也就是这个S控制触点 相当于类似于我们前面 用电子基电器控制LED灯的时候 其中的S1开关 这里可以看到 当我们保持电压输入 S我们的开关按下 紧接着我们的那个输出继电器会闭合 在某个时刻我们的那个 控制触点断开 但是我们的那个输出继电器 它并不会马上跟随断开 而是经过一个T时间延迟之后 它才会断开 这个时间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断电延时 当然断电延时也有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我们不使用控制触点 而是直接使用输入电压来进行一个控制 就大家可以看到 就跟这个逻辑是类似的 只不过没有这个S这个控制触点了 但电压输入的时候也是输出继电器会打开 然后电压断掉电压为0之后 输出继电器它会经过一个T时间延迟才会断开 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延迟功能 时间延迟功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强烈的on off延迟 然后在on off延迟最基础的延迟之下 我们还有一些额外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带控制触点的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 相当于刚才的我们介绍的三类的话 三个的话它其实都只是只有通电延时或者只有断电延时 在这里的话我们是同时带上的通电延时以及断电延时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这个模块 还是刚才一样的 EU是电源输入一直保持 然后S是我们的控制试点 S在某个时刻按下 输出继电器会马上打开 会经过一个T1时间的延迟 这些T1、T2也好 包括这个T都是我们在继电器里面设置的参数 经过T1时间之后 我们的输出继电器打开 然后在某个时刻我们的那个控制触点断开之后 对应的输出继电器也会经过一个T2的延迟之后才会断开 相当于同时有一个通电延时以及一个断电延时 然后其他剩下的两个模块也是类似的 像这个带控制输入的通电延时 这个的话就相当于在这个EU的基础上加了一个控制触点 通过控制触点来控制我们的通电延时 不再是使用输出电压的控制 然后这个EC的话 它这里面的话是同样是使用通电延时 只不过它有一个特殊点可以对比这里面 当我们S按下经过一个T1时间输出继电器闭合 但是会有一种情况出现就是我们控制触点按下的时间不足T1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逻辑应该是当我们控制触点按下的时间不足T1的时候 输出继电器它不会闭合 相当于就没有进行一个动作 接下来如果后面还有一个实践图的话 会发现如果我们在某个时刻按下那个控制触点 并且超过这个T1时间 它那个R也就是输出继电器才会打开 但是在我们这个EC里面的话 它就不是这样的控制逻辑了 你的控制触点按下T1时间 T1是小于T是我们设置的那个通电延时 T1T2也好都是小于这个T的 当我们的那个控制触点按下时间是小于T1是小于T的时候 正常逻辑输出继电器不动作这个是一样的 接下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的控制触点再次按下 经过一个短暂的T2时间 T2时间是怎么是怎么计算的呢 T2时间T2加T1大于短于T就可以了 也就是当我们控制触点 第二次被按下达到一个短暂的T2时间 只要T2加T1是大于T的时候 我们的输出继电器就会动作 而不必等这个T2等于T的时候才进行动作 那因为它会把这个T1T2做一个相加 不是说每次清零 看你T1也好T2也好哪个大于T我才进行动作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叠加的功能 这个是最基础的on off的延迟了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边沿控制 就是边沿控制 所谓边沿控制就是使用控制信号的上升沿 或者相加点就是我们前沿后沿 就是一个控制动作 这里所说的单次是为了区分后面的脉冲控制 可以看到后面的一个继电器输出 其实是一个脉冲的情况 这里面所说的单次就是 单次就是哪怕我电压保持输入 它也只动作一次 而不会经过多次动作 可以简单看了一下这些控制连接 首先这个是最基础的控制逻辑 当我们电源接通 输出继电器开始工作 相当于闭合 哪怕我们的输出继电器一直保持 哪怕我们的输出电压一直保持 我们的输出继电器也会在经过一个T时间 也就是我们设置的时间延迟之后断开 相当于就是你按一下 只要保持电压输入 它就会在T时间之后断开 而这里面也就存在另外一个情况 如果我输入电压保持时间比较短 是小于T的 那我对应到我们的接电器输出 它也是会相应的 就是达不到T这个时间就会直接断开 这个是主要是跟后面另一种类型的 这种保持单次后颜电压出发做一个区分 这个待会我会简单的聊到 然后第二种是带控制处点的 在控制处点的通电延时单次延迟 单次前沿 这里面相当于我在我们保持 相当于在我们设置的保持延迟之外 我们还设置了一个通电延迟 当我们电压输入之后 经过一个T延迟 我们的输出继电器才会闭合 然后再经过我们设置的一个T2 也就是保持延迟时间之后 它会断开 相当于在这个基础上加了一个通电延迟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单次前沿电压控制 保持单次前沿电压控制 相当于只要是针对这种情况 哪怕我们输入电压 持续时间不足T 我们的输出继电器也会在保持T之后才断开 而不是按照这个时间一样 再达不到T 就因为没有了 输入电压就直接断开了 现在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分 其他几个模块的话 这里的话就不多详细介绍了 其实都是类似的 类似的情况 就是要么用前沿控制 要么用后沿控制 要么然后会加上一个T的保持时间延迟 有些可能会加上断电时间 或者加上通电时间的延迟 然后有些会带上一些控制触点 相当于不再使用输入电压做控制 而是使用控制触点来做控制 这部分内容的话 大家如果感兴趣 也可以等课程后 我们把资料发给大家 大家详细研究一下 这里面因为设计的还是比较多的 我这边就不详细的一个个介绍了 然后脉冲控制 脉冲控制的话 其实跟刚才的边缘控制有点类似 只不过它的输出继电器是脉冲形式的存在的 而不是单次的 单次相当于我 哪怕我在这个逻辑当中 哪怕我们的输入电压一直保持 我的输出继电器也只会保持一个T 然后后面就一直转开不过再离合了 但是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 只要我们的输出 只要我们的输入电压一直保持 我们的输出继电器会保持 通一个T时间 然后断一个T时间 相当于周期是2T 来保持 脉冲频率 进行一个 频率的 通断的一个动作 当然对应的也会有两种形式 这两个区别 其实就是第一个周期的时候 集电器是应该闭合还是应该断开 就像是脉冲 是脉冲还是暂停的那个段 它们的区别主要在这 然后在这两个周外 还有另一种就是非对称的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 闭合也好 断开也好 它的时间都是T 那么有没有不适合呢 这个非对称的就是 闭合时间和断开时间是T1和T2 T1可以不等于T2 相当于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 T1不等于T2 也就是占空比不是50%的那个卖冲了 对应的它也会有 闭合在前 断开在前闭合在后 和闭合在前断开在后 这两种模式 其他的话 这四种其实也是类似的了 这里面也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也跟刚才一样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等课后 我们把PGT 以及资料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 前面提到的主要是时间继电器 三种时间继电器 on off 延迟 边缘控制 以及脉冲控制的模式 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讲到监控制电器 所以监控制电器的话 就是指我们对自动化过程 或者说控制过程中的一些 原件的健康状态做一个监控 比如说你的电机 你的风扇 你的照明灯 你的水泵 或者说阀 阀面阴 之间的这些设备 做一个安全监控 监控的对象一般是指这些设备的供电条件 比如说它的电压量 它的电流量 是否正常 或者它的工作频率 温度 以及业位 等等的 监控的主要作用相当于就是判断 你整个系统 整个系统是否处于错误状态 有些错误的话 可能在你 比如你的电机发生了故障 你这整个系统就处于错误状态 你就需要对应的做一些控制逻辑 比如说把整个系统的电路断开 来避免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或者说对进一步的对其他设备的损害 包括我们温度也好 温度也好 夜位也好 都是这种情况 后面也会有两个案例 会提到这两种 待会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这些监控 这些监控机电器主要作用就是 对于我们应用程序的一个健康状况的一个监控 来保证我们的应用程序 或者说我们的控制 自动化控制系统 达到一个就是出现错误 能够自动断开这种控制逻辑 我们宏克太理系列的基电器的话 在太理系列监控基电器的话 目前有最多是七种功能 比如这种常见的over over 就是监控物理值是否超过了我们设定的值 under就是确认我们的监控物理值是否低于我们设定的值 其他的还有类似的 待会儿也会有详细的那种图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类似的我们也有单功能以及多功能的模块 然后也会区分常开出点以及常P注点 然后我们部分型号也会具备启动延迟和关闭延迟 也就是我们充电延迟和断电延迟 相当于我们监控的继电器除了监控对应的物理变化之后 我们也会加上一些时序的控制料机 也就是时间继电器的功能 来实现一个综合的控制 就像刚才提到的 既有单功能也有多功能 都可能不仅仅是指不同 就是同种继电器不同功能 也可能是不同种继电器的功能组合 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一些常电的监控继电器 以及它的功能 最基础的监控继电器就是监控预值 比如说你监控一个物理量 监控一个物理量 监控电流 监控电压 监控温度 相当于你对这个值做一个监控 要保证它在一个状态 或者说不低于某个值 或者不高于某个值 或者必须在某个区段之间 这种就是最常见的模式 像这个over over的话就是我们要监控某个 这里面有几个值 max就是我们设置的 设置的数值里面最大的值 min就是我们设置的 min就是我们设置的最小值 然后这个就是继电器的动作 动作状态 可以看到 over这种模式的继电器 我们是用来监控对应的物理值 对应的物理值是否超过了我们设置的最大值 可以看到 但这个值的变化超过max之后 max之后 我们的那个继电器就会断开 这样也会对应做一些动作 比如说对于一些锅炉来说 它可能就是停止加热 比如说断开电压 断开电源 或者说是停止燃料供应 保证它的那个对应的温度 就不会继续上升 对于页面来说 可能在这个位置就是会打开我们的 泄流阀 或者说打开我们的出水阀 来排空液体 使它的液位下降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应用 然后 达到 当我们继电器做出对应动作之后 这个物理量会持续下降 但这里可以看到 并不是说我们下降低于这个max之后 这个 这个激电器就会 恢复到闭合状态 而是要等它一直下降 一直等它 下降到 低于我们设置的这个 minimal这个值之后 我们激电器才会闭合 相当于有个缓冲区间 避免我们激电器 比如我们避免我们的物理量 如果在这个max附近 那个频繁抖动之后 我们的激电器会出现频繁 不然开合这种状态 对激电器会有个影响 待会有个应用案例也是这样的 然后其他的其实就类似了 就可以 意思类推了 比如under under就是我们需要监控这个值 不能低于我们设定的这个minimal这个值 这个也可以类比是液位了 就是设定的我们的液位值 比如我们的反应性命 或者什么的液位值不能低于 它里面的液位值不能低于这个值 如果低于这个值的话 就相当于不安全 就需要向里面注入对应的液体 而使它的那个液位上升 就是同样的一个控制逻辑 我把那个监控对象的那个逻辑 这个反过来了 然后window就是监控一个就是区间值了 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假设我要保证这个值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相当于必须在我市的maximal和minimal之间 这个时候我们用的就是这种window这种模式 可以看到 但液位低于我的minimal值的时候 我们激电器会断开 它高于我们的maximal之后 它也会断开 相当于就是同时对最大值和最小值都做监控 说这种单激电器的话 我们也有这种双激电器这种模式 就是有两个激电器输入 这里的real1和real2 real1和real2 相当于有两个激电器输入 它监控的依然是同一个无理量 但是它会有两个激电器输入 并且这两个激电器的监控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比如以这个为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控制逻辑 大一也就是激电器输出一来说 当我们监控值低于这个maximal之后 我的激电器就要断开 就需要做动作 一直等到它继续恢复大于maximal之后 它才会继续比较 相当于它这个控制逻辑就是监控我们这个物理量 不低于我的maximal值 那我们看renine2它的控制逻辑是什么样的 可以看到这个值一直到它低于minimum之后 我们的激电器才断开 也就是才动作 但它只要大于minimum之后 我们的激电器马上就会闭合 那它的控制逻辑就是监控这个值 监控这个物理量不能低于我们设置的minimum 现在它都是控制不能低于 它不能低于的量是有不同的 相当于有两个不同的控制逻辑 对应的 可以看到这两种也是类似的 也是两种也是监控同一个物理量 但是会有两个不同的控制逻辑 比如以这个为例 它也是 那我们的业位值大于maximal之后 断开 也就是它reline1也就是激电器1 它的控制逻辑是被控量不能大于我们的maximal 然后reline2以及激电器2 它的控制逻辑是我们的被控图像不能低于 不能高于我们设置的minimum这个值 简单有两种控制逻辑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类似的 这就不做详细解释了 大家可以待会儿参考这个图 参考上面这两个图可以自己做一下类比看一下 然后是我们的监控激电器的另外一种模式是预值延迟 其实这个就是在预值的基础 预值这个基础上加上一个延迟 也就是时间延迟通电延迟或者断电延迟的一个功能 可以简单看到 当我们的被控对象 大于我们的设置的maximal值之后 激电器断开 然后我们的被控对象数值下降 当下降到低于maximal值的时候 我们的激电器输出并没有马上恢复笔合 而是经过了一个online 也是通电延迟时间之后才笔合 这个加上于就在预值监控基础上加了一个通电延迟 刚才一样这里面也都不做过多介绍了 大家只要知道我们只是在这些控制逻辑上面加了一个on-delight 也就是通电延迟或者off-delight 也就是断电延迟的一个功能 加了时序功能在里面 然后接下来第三种是我们的温度激电器 温度激电器的控制逻辑 其实它的功能其实跟前面的预值监控是有点类似的 可以看一下 它也是对我们的温度量做一个监控 当然这里面特别就是它可以直接接PTC这种热电阻模块 然后直接对它的电阻主值做一个监控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一个控制逻辑 但PTC的组织一直上升 上升到大于我们设置的3.6kΩ之后 我们的激电器就会动作 但它动作之后 比如说如果这是一个过炉的话 它的动作可能就是指断开供电电源 或者说减小供电电源 或者说是减小燃气阀 或者断开燃气阀 相当于就是减少过炉的能量输入 就是整体的温度下降 它的组织慢慢下降 也是温度值慢慢下降 下降到低于我们设置的1.8kΩ之后 有激电器恢复闭合 相当于恢复过炉的正常运作 比如加热也好啊 什么的 就保持它的温度正常运行 这就是温度控制的基本逻辑 跟前面的over这种类型 其实是比较类似的 然后除了温度控制之外 我们还有一种向序的控制 向序控制的话 应用化一般可以说 比如说你有一些交流店 需要用交流电供电的设备 可以对交流供电的电压 它的向序做一个监控 它的三线电做一个监控 比如这里 它监控L1 L2 L3 这三个供电电压 这里正常情况下激电器输出 这个是激电器输出 激电器输出是保持闭合的 当某个时刻L2 L2 L3的相位 方式的交换 也就是它俩之间相位交换了 那我这个时候我的激电器就发出动作 就做出动作 从事反应 或者比如闭合或者说断开 等它恢复了 我们的激电器才会继续 我们的输出激电器才会恢复到闭合状态 这就是最常见的向序监控的其中一种逻辑 比如可以参考这个图 我们的向序 L2 L3的向序方式变化 不再是原本的向序了 这个就是错误状态 可能会对设备造成走坏 向序监控的话 有另外两种 一种是监控你的向序故障 比如这里面也是同样的L1 L2 L3 三个向序 在某个时刻 L3这个向序 它的电压突然为零了 它向序造成破坏 这个时候我们激电器也会做出动作 比如说切断整体供电 让它避免被有问题的这种向序的供电 导致设备的损坏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 就是不对称监控了 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逻辑图 当然是L1 L2 L3三个向位 L2这个的话 在某个时刻突然发现 风值的下降 但它下降的值 大于我们设置的 assim这个值的话 我们的激电器就会对应的动作 确保做出一些处理动作 比如说断开啊什么的 当然这个就根据不同的应用 不同的控制电路就会不一样了 这个就控制 然后就是我们刚才也提过的液位控制了 液位控制的话 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使用探针 比如你用一个容器 在不同的高度位置 比如你们1 2 1 3 各自放三个探针 它们可以检测到是否存在液体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容器当中 液位的情况 然后跟着这三个不同的液位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控制逻辑了 比如说我如果要保时液位不高于我 就是不会溢出来 那我就会需要做一个最高预置的控制 如果我要保持容器类的液位 就是不会耗尽 那么就需要做最低值的一个控制 这跟预置的控制也是类似的 这里就不做详细解释了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就是它通过使用不同探针 来实现液位的一个监控 然后控制逻辑的话 是跟预置监控是类似的 就是这里的话 它会就是会有一个专用的应用 就是专门用探针来做液位的变化 然后除了刚才提到的 常见的时间继续器 以及监控继续器 这两大类之外 我们它的系列产品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模块 比如继续器 比如我们的测量模块等等 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是左上角这个电网与系统保护继续器 它的作用主要是在你的发电网络 发生故障时 将你的发电系统给你的光 太阳能板 比如你的发电机 或者说你的电池供电器 将它们与电网断开 这样的话有至于确保配电网 以及你设备人员的一个安全 避免你这个故障设备 把导致整体设备的失效 或者说一些人员的损失等的情况出现 然后右上角这个是我们的能源监控 或者说负载监控 它的作用主要是给电动马达 提供一个有功功利的监控 比如你的驱动器 旋转机器或者说这种系统 这种就是有带负载的这种系统的一个 它的对它的负载做一个监控 你的当你的负载出现一个突然的变动 比如突然增大或者突然增小之后 突然减小之后 它会接电器会做出一个动作 给你的系统一个反馈 让你的系统能够知道 我的系统负载突然发生的变化 我需要对应的做出一些处理 这相当于是我们的能源监控模块 然后左下角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测量模块 测量技术模块 它主要提供的作用就是 能够精确可靠的读取一些 电器电子机械的测量值 比如我们刚才做监控继电器 是平凡提到的那个业位 电压电油温度等等 对这些的测量 相当于它是配合前面两种激电器来使用的 并且它可以根据应用需要 把测量值以模拟量 或者数字量的形式输出 然后右下角就是最基础的开关激电器了 它的应用其实就是很途边的那种 做一个简单的开关功能了 只不过在一些特殊应用场所 可能会对它的可靠性以及精确性 有一定的要求 这里我们的模块也是有这样的 一个精确切换的功能 这就是台里吸电器的几大类 最常见的时间以及监控吸电器 以及我们的电网保护吸电器 能源监控啊 电子测量啊 以及开关吸电器等等 这就是我们台里吸电器的主要产品 最后一个小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介绍一些我们这边的接触到的一些应用案例 应用案例的话会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应用场景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提供的解决速度 或者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 接下来可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应用案例 是一个直流电机的启动限制器 或者说是启动电阻器 它的应用场景的话是一个封电的一个发电机 大家知道封电发电机的话 它的叶片角度以及方向会随着分向的话 可能会需要有一个调整 可能会使用直流电机来实现 而且除了它这个应用的话 直流电机在很多应用行业应该都有 直流电机启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电压机增速 所以它一般会有一个启动电阻器 相当于在刚通电这段时间 启动电阻器会起到一个平滑电流的作用 确保直流电机启动的时候 导致的电流波风不会损坏整个电路 但是当直流电机进入正常启动状态时 这个启动电阻器需要被盘录 这样的话我们直流电机才能正常运行 所以说这个应用当中的主要需求就是 我们需要把启动电阻器在一定时间 在我们按下开关一定时间之后给它盘录 同时还有一个额外的需求就是 因为它的空间可能有限 所以说它不能单独的给我们 计电器提供供电电源 因为一般的供电电源可能是24V 36V这种低压 但是电机一般都是那种高压设备 比如常见的直流电机可能会用到 150V到440V的直流电压 所以说它同时提出了一个额外的需求 就是我们的计电器需要使用直流电源 直流电机的供电电压 而不是额外的供电电压 当然这里面控制逻辑其实也很简单 其实用到的就是时间计电器做一个通电延迟 就是相当于我按下电压之后 应该说是断电延迟 相当于我按下按钮之后 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的输出计电器就会断开 把这个启动电阻器旁路 来确保我们的直流电机正常运行 然后同时它的供电电压也是使用常见的 这个模块 它的供电电压也是使用常见的 电机的工作电压150V到440V供电的 所以说这个应用当中 我们就不需要的额外的给它介入低压了 或者说单独做一个点源模块了 所以说这个案例最大的特点就是 我们时间计电器可以通过电机电源进行供电 而无需额外的电源单元 或者说供电电源可以节省一些空间 来节省成本 达到节省成本的目的 然后第二个案例是我们的业位监控 这是一个废水处理厂的一个案例 它主要的作用是对废水处理厂的蓄水池 污水蓄理水池做一个监控 就像我刚才讲监控继电器 讲那个业位监控 那块的时候有提到 当我们只是给业位设置一个预定值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业位在设定值附近波动 平凡波动 那么对应的我们的那个出水罚也好 入水或注水罚也好 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平凡通胀的状态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颤动状态 这种状态的话很容易影响到阀门的那个故障发生率 以及而且阀门这种模块这种产品这种设备的话 它的一般工作寿命也是指它的开启关闭次数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我们的阀门大部分减少它的寿命 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就会降低 所以说这个应用的这个应用场景的问题 就是我们需要消除这种畅动状态 这里我们就用到了我们通电延时的定时计电器 通电延时带监控功能的计电器应该说 就像刚才提到的 当我们监控的夜位值到达我们设置的预值之后 计电器会断开控制排水拔 就是一个控制我们的排水拔做一个排水 就是使夜位降低 当我们夜位降低到我们设定值的时候 计电器不会马上闭合 因为闭合之后可能刚闭合 夜位就马上就产生 然后我们对应的计电器马上又会断开 然后控制排水拔排水拔 然后接下来排水拔把水位排到设定值左右的时候 我们计电器又马上闭合 然后水位又会计时上升 导致一个正常状态 所以说我们加了一个延时 加了一个通电延时 当我们那个夜位降到我们设定值之后 我们的计电器并不会马上闭合 就是相应不会马上湿了 而是经过一个延迟时间之后 水位下降到一定水平 我们的计电器才会闭合 这样的话 我们此时我们的夜位跟实际设定值之间 就有一个差距了 即使水位有一定的上升 它也不会导致排水拔做出频繁 就是频繁的一个动作状态 所以说这个案例的主要功能就是 通过降低故障出发以及维护成本 来减少不必要的系统启动次数 以保护电机 然后提高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然后第三个案例就是我们的乘客电器 乘客电机的话就是我们一般在商场也好 在那个办公楼也好用到那种电梯 它这里面这种电梯会有一个要求 当我们电梯中所有照明灯失效的时候 也就是电梯里的所有灯光全部熄灭之后 电梯应当处于一个就是无法控制的 应该说是无法被外部人员进行控制的一个状态 必须需要维修人员去处理才能运行的情况 对这个的监控的话 我们提出的几点方法就是对照明灯的电流 也就是它的那个电流是否存在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零电流监控做一个 零电流监控做一个做一个那个处理 也就是我们对每一个单个照明灯的电流 设置一个预指 当它的电流低于这个预指时 我们就判断这个照明灯已经断电了 就现在所以我们继电器就会跳涨 那样的话 我们对所有的照明灯全部做一个监控之后 如果所有的照明灯全部出现这种过程 那我们就应该集电器就应该全部出现跳闸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动作传递给电梯 让整个电梯出现 就是让整个电梯停运 来避免进一步的问题出现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零电流监控 零电流检测 它主要就是通过监控检测照明灯故障 来满足对电梯安全的一个要求了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 然后我们 第四个案例 最后一个案例是燃烧过程的控制 这个刚才也提到燃烧炉 燃烧炉一般应用场景还是比较广泛的 比如说一些工业加工场合 比如甚至常见的一些食品加工行业 都可能会用到燃烧炉 燃烧炉的工作过程中 一般都是需要对温度做一个监控的 当温度超过预止 当温度超过预止的时候 我们整个燃烧炉应该被关闭 同时也会要求发送一条维护过程信息 这样的话方便后续的工程人员维修 这里的话我们就使用我们的温度监控机电器 温度控制温度监控机电器的话 会对热门建筑做一个监控 当温度超过设定预止的时候 几天气就会跳闸 相当于把燃烧炉的电源切断 避免它继续工作 导致温度进一步上升 出现更严重的灾害 同时我们的输出数点也会发出一个固战信号 相当于报了一个错误在这 而且要消除这个固战必须需要按下复位按钮 这样的话就可以要求我们的维修人员 必须在维修完设备之后 然后按下继电器的复位按钮 整个设备才能继续投入使用 避免就是避免就是有其他人员 在维修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进行一个操作 导致一些二次灾害 这个案例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用寄电器取得了一些复杂的传统控制系统 来提供简便性 传统控制系统的话 其实大家应该可以想象 就是传统的那些燃烧炉也好 锅炉也好 它都是有一些复杂的温度表 温度显示表 压力表做外部显示的 同时需要有一个操作工 一直守在这些仪表旁边 对温度和压力做一个人工监测 但温度超标或者压力超标的时候 操作工就需要做出一些 比如说断开燃料 或者说卸压这种操作 而我们这个应用案例就是使用寄电器 来取代这些控制部分 来实行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操作 来减轻系统的复杂性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四个案例 分别是时间接电器 以及监控接电器的一个传接应用 那么我们今天直播的应用就到此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答疑环节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发到直播评论区 到时候我会抽取几个进行解答 当然对于没有抽取到的话 大家也不用担心 就是可以加入我们的直播群 或者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 到时候在直播后我会再给大家做出解答 这边我有看到一些的问题 稍等我整理一下 然后待会大概给大家讲一下 PRC控制能够实现的功能还是复杂很多 继电器实现的功能比较简单 对是的 就像我刚才对二组的对比所说的 其实二组就像并不是说完全的一个说谁替代谁的问题 更多的还是说在自己的应用场景里面发光发热 机电器确实它的功能会相对比较简单 而且受监于机电器的数目 它确实也不可能做到说特别复杂的控制功能 但是对于一些简单控制 比如我刚才提到的那四个案例 它还是能比较好胜任的 而不至于说要使用PRC这种更复杂的轮辑控制来实现 时间继电器和监控继电器多个触点 多个时间段 目前就是多个触点的话是有的 目前最多应该是三个 常见是一个和两个 三个的话我记得是有部分型号是有的 应该说部分时间继电器是有的 后面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目前大部分机电器是一个或者两个 三个的话有少部分是有的 这个看具体应用场景 到时候如果有具体需要的话 可以给你们看就是查一下看一下 监控电机的温度 对是的 就是你有需要的有对应的热敏电子 对温度做一个监控 达到一定的阴值 比如电机的温度太高了 就需要对整个系统做一个处理 避免温度太高导致电机烧毁 这个其实跟锅炉跟年少炉也好 都是同一个应用逻辑了 输入电压是否可以支持交流电 是可以的 相当于我们积电器的输入电压 是可以用交流电来提供交流电的 并不是说一定要直流 交流也好 直流也好 我记得最大好像是交流 我记得最大应该是240伏的交流电 时间积电器的时间间隔设置范围 这个设置范围其实是比较宽泛的 它根据不同型号以及你的应用场景 最小的我记得可以设置到几秒左右的延迟 然后再大一点的时间间隔的话 可以设置到几十分钟 甚至到几十个小时都是可以的 它的整体设置范围还是比较宽裕的 也不是说只有那几周 所上角的应用案例 我待会可以私下发给你们 现在好像不太方便发出来 或者待会发到群里面也可以 第四个案例 第四个案例是 第四个案例的话 它其实就是对温度过程 对你控制过程中温度做一个监控 就像刚才另一个问题提到的 电机的温度也好 燃烧热的温度也好 它其实就是使用热电油 或者说是一些特殊的一些温度限制器 做一个监控 温度限制器 有些温度限制器可能是类似于那种 电力系统当中的那种开关保险一样 就是当你的温度只达到一个特定程度 它就会 导致电脑断裂 然后这个时候用集电器就做监控 或者说是直接用热米电阻 这种热米电阻就是监控你电阻的热米电阻的电阻值 电阻值来反映温度 就是类似于 就是类似于这个 当你热烧炉的温度过高 比如我设置的工作温度是800度 这个时候我设置的这个位置对应的是800度 当它高于800度的时候 我的热炉炉就可能存在爆炸 甚至更严重的风险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让继电器做一个对应的动作 比如我设置这边的 因为断开动作是用来断开那个燃烧炉的供电电源的 或者说是降低它的电压的 相当于就是想方 就是它的控制逻辑就是 当我超出这个温度之后 我就要把它燃烧炉对应的能源输入给它掐断 或者说降低 来避免温度的进一步闪生 温度降下来之后 当我判断它的温度已经降到比较安全的程度了 我这时候再恢复正常的能源输 然后让它的锅炉能够正常运行 所谓替代复杂的传统控制 其实就是老式的那种锅炉 其实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见过 老式的那种烧锅炉的那种 都是用压力表 或者说一些温度表来做监控的 都是需要有人对应的去做歇压 那个切到燃料这种处理的 这种相当于就是比较复杂 而且比较 因为是有人见控 所以说多多少少可能会存在出固张的 出问题的风险 所以说我们使用激电器控制 就能跳过这种 跳过这部分 然后用这种自动化的这种逻辑去处理 然后加入固张信号 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加入固张信号 就是当你的锅炉出现问题 进入错误状态 需要人员 需要工程人员来处理的时候 避免有些 比如说你 车间一般是多半倒 有些人可能 今天干来 今天这一半干来 他不知道这个锅炉出问题了 可能就贸然去启动 导致你的设备进一步损坏 甚至说更大的问题 当我们激电器出现一个固张信号之后 设备是无法继续使用的 你必须按一下复位按钮 肯定说 当然肯定按照你的制度里面 你这个复位按钮 只有维修人员才能去 才能去按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 维修人员一定是在维修人员处理完固张之后 按下复位按钮 我觉得设备才能正常运行 今天的直播时间应该也差不多结束了 然后我看还有几个问题 好像我这边刚才没看到 还没有回复 这样我待会这些问题我会整理下来 然后我解答之后可能会以文档的形式发到群里面 然后如果你们那边需要的话也可以加我微信 叫我这个微信号 然后把你的问题直接发给我 我这边到时候再给你们回复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 欢迎大家今天的倾听 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加入我们的直播群 然后关注我们后续直播的课程 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四天的直播 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还有接下来四天 这里也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明天的直播课程 明天是我们那个红科的罗显制罗工 给大家带来的 用于IEC61850的数字变电站的HSR PRP和PTP技术的课程 也欢迎大家关注 那今天就这样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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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豆 一整套 切成 蛋 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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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